哎呦這個惠貞姐 阿伯給我們打分數了啦 他現在對媒體很不滿意啦 整天啦 說他什麼土利 但不對啊 我們這個媒體講求真相 阿伯說到土利兩個字 是他自己先講的耶 我們是拿他的話來做解讀嘛 但我想問惠貞姐是喔 這個阿伯為什麼現在的反應這麼大呢 因為其實三大案 或是說五大案 我們已經討論很久了 在高永安宣判之前 我們都討論過了 當時我覺得柯文哲的反應是冷處理 那時候大家問他 他也不太去說什麼 但為什麼高永安一判出來之後 柯文哲對自己的案子 突然高調起來 自己還不小心口誤講了土利嗎 還是講出真心話呢 除了阿伯之外 人家說金氏夫妻黨 除了阿伯之外 他的夫人陳佩琪 最近阿伯去參加一些活動 什麼踢足球的什麼 陳佩琪都跟著去 就連三大案 陳佩琪都很多說法 是 你現在看我們的第三夫人 陳佩琪出來救夫 你就知道柯文哲真的急了 那為什麼急了呢 主要就是高宏安的案子 重判的一個情況之下 柯文哲隨著自己的生日越來越近 很擔心我們的司法檢調 送他生日大禮啊 Happy Birthday 所以在自己還能暢所欲的情況之下 不斷的評上媒體 所以句實在話 當天我們資深媒體人 光琪姐採訪他的時候 他自己講出這個三大案 騙人家人家問的 對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自己講著講著 就唱圖利 那有違法嗎 對不對 只差沒有講圖利 怎麼了嗎 那我們大家才會講說 你難道不知道所謂的圖利 就是貪污自罪條例 裡面的一個法條嗎 就是因為沒有查到 相關的對立 對價關係情況之下 才會用圖利來追溯 如果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當然就是用貪污自罪條例來追溯 那在這種一個情況之下 你自己講了 顯見什麼事情 我跟你說 他現在心慌意亂 所以整個圖神都沒了 才會講出說圖利 但是哪個地方不合法 他講出了這樣的話 尤其是以黨主席之資 說出了這樣的話 當然會接受到全民的檢驗 這也難怪我們資深 你說哪裡違法了 我跟你講 待會我們的小平哥 好好告訴你哪裡違法 小平哥親自去按鈴 然後控告你 舉發你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又加碼給你牽了身死狀 你如果沒有被起訴 小平哥要那個滾丁床 對啊 我一個朋友說要吞劍 那個我們網友想看打想看 對 想看打想看 所以由此可知 柯文哲的一個土力的一個情況 就目前已經浮出檯面的東西 我覺得是還滿明確 哪幾個明確呢 我先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個 他這個尤其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當時是我們連監察院都針對這個案子 認為你北市府這邊處理有點問題 所以其實是有提出糾舉 第二件事情 他當時在高等行政法院的時候訴訟 明明其實訴訟結果是對於我們台北市政府是有利的 你應該要繼續堅定下去 等到最高法院 因為後來金華城又上訴嘛 你應該要等到最高法院一個裁定結果 結果沒有 你竟然就私自接了金華城 所謂的一個地狀含冤 然後你就因此而交辦下去 那現在突然又對著媒體說 我是當市長的 有人來這個陳情 就像是看診的時候 有醫生看的時候 有人來這邊 來跟你在那邊掛號一樣 這有什麼不對嗎 難道我接受陳情 就等同於我在幫業者護航嗎 那這樣子公務人員還要做事嗎 如果你說的邏輯就可以通 那我就問那你黃國昌憑什麼去罵鄭文哲的案子 還說總統府上下一條邊 總統府交代還用總統府的變遷 人家也接受陳情不行嗎 對不對 照這個邏輯 對啊 難道說總統府不行 你柯文哲可以 還是說只有你柯文哲可以 其他人都不行 柯文哲接受金華城的一個陳情 就算是依法行政 其他人接受就變成是貪污 所以我覺得國昌真的不要雙標到這個地步 第三件事情現在的情況是 我覺得連他自己三大案裡面 他其實最擔心的就金華城 不然不會講來講去 我跟你講他不特別 陳佩琦不特別寫我還不知道 他不是說他問他三大案嗎 什麼的其他都略過 我跟你講我就看到這個 他說那講到了北市科的案子 他說這也沒什麼 他很自豪的跟我吹牛說 柯文哲自己處理的 保證沒問題 這代表什麼意思 北市科案等於柯文哲自己處理 所以呢如果有問題 誰的問題 當然是柯文哲的問題 這樣佩琦其實發文要小心 多說多錯 是所以現在發了 然後被人家揪到之後 現在又繼續 隔不到位置小 再發 這一次發文除了講說 他要加入民眾黨 除了講說他要去站台 要發夫人親自出馬 來開始為民眾黨拉台聲勢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提到什麼 他說怎麼今天罪名又改了 大家一直喜歡灌壘他 以前說他貪污 對 貪了貪污 結果現在風向變了 就變成圖利罪 喂 不是157嗎 不是157的太太嗎 不是都是醫生嗎 圖利罪就是貪污自罪條件 裡面的一個罪行 而且風向會變 是因為你娘自己說的 對啊 從頭到尾沒有人在談這個案子 只是你的高鴻安被判刑之後 自己莫名其妙 哪壺不開提哪壺 在這個時間點 針對自己的案子 頻頻喊約 那因為你講出這樣一個結果 大家當然會擴大來解釋 然後當然現在越說越想起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要藉由這樣的分身 每天討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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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到真的他生日的時候 搞不好司法檢調送上他大禮 他馬上就可以把兩隻雙手舉高說 司法迫害 他其實在鋪陳 在鋪陳 他最害怕是什麼 他最害怕就像鄭文燦一樣 被抓出去 然後就沒消息 沒辦法說話 就莫名其妙 然後就被生壓了 這才是他所有裡面最害怕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他接二連三 不斷的去針對於三大案來進行喊話 但是我剛剛提到了 他就講到說 那有哪裡違法嗎 那柯文哲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哪裡違法 第一件 除了剛剛提到的 在高等法院已經判決出 對你們有利的結果 你們竟然明明其他的官員 尤其是都發委員會的委員 尤其是你們許阿雪的 都發局的副局長 明明都認為這個案子 不應該要核准給金華城 那麼高的一個容積率 結果你偏偏推翻 這些專業人士的意見 最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2020年的7月16號 高等法院才駁回金華城的訴訟狀 結果你沒有多久你接獲到 就是大概三個月的時間之內 你接獲了金華城的一個陳情 2020年的12月24號 馬上就由你當時的副市長彭生翰 要他幹嘛 親自專開專案的小組 針對金華城這個案子 從頭到尾為他量身訂做的情況 就是尤其意涵非常明確 最重要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提到 在先前的幾次的一個評議委員會裡面 剛剛提到的都發委員誰 曾經的一個這個委員 還有那個都發局的副處長 副局長許阿雪 明明都說這個案子不可以 幫金華城去鬆綁 因為其實在語法上是有問題有疑慮的 恐怕甚至涉及到官商勾結的問題 沒有想到這些反面 這些反對的意見 竟然在最終拍板定案的那個會議上 全部都被剔除了 他們竟然都沒有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 所以整個所有的結果 我其實就問一句柯文哲 你說你圖利 請問你圖利是圖全台北市民的利 還是圖金華城的利 為什麼金華城這個不到二十年的 一個案子可以自行拆掉 你還給他一坪換四坪 我們台北市民住了四十幾年的老房子 要一坪換一坪 你還在那邊百般刁難 圖利到底是圖金華城的利 還是圖天下利 上公 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短間十二點友善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